人性善恶的讨论历来是犯罪题材电影的核心 影片中那些人在善与恶之间的抉择 在道德和欲望之间的权衡 往往可以给现实中的我们更深的思考 本期饿斗给你们介绍的这部国产高分电影《芒井》 便是这样一部作品 本片也是王宝强作为草根月入电影圈的第一部处女作 很幸运这部电影获得了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的提名 王宝强本人也获得了金马奖最佳新人 但又不太幸运 因为只有很少的人看过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上院线 那么话不多说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是怎么样一个魔幻现实的故事吧 时间来到2000年前后 在一处荒芜简陋的煤矿矿场 清晨 工人们像往常一样带好的装备上工 这其中就有唐朝阳和其弟弟 以及宋金明三个人 在锦下干了好久的活 休息的时候三人坐在一起聊天 这老唐和老宋打趣着这位弟弟 想回家吗 那我就送你回去 然而就在话音岗路 老宋抄起铁稿 对着老唐弟弟就是一下 老唐紧随其后补刀 两人动作闲手的将对方给杀害 并将尸体处理好 伪装成矿井坍塌事故而死的样子 原来死去的人根本就不是真的老唐的弟弟 而老唐和老宋也不是什么踏实本分的矿工 他们专挑私人的黑矿场下手 把离乡找工作的人 以自己亲戚的名义骗到矿场一起干活 等待合适的机会将其杀害 并伪造成矿难现场 最终的目的是向矿主索要赔偿 两人手段闲手分工明确 这一次天生一副坏样子的老唐扮演受害者的亲戚 在矿主面前是哭天喊地 而老宋则扮演两人的老乡 假装从中斡旋 协商赔偿金额 矿长只想给两万私了 老唐一副没有四万不行的样子 经过老宋这么演一把 双方三万达成交易 此事就当是没有发生过 千万事故责任认定书 事故与矿场无关 全是死者自己不小心导致 两人拿上钱带着骨灰 以回家安葬的借口 心满意足的离开了 刚来到镇子上 直接就把陌生的骨灰 倒到了马桶冲走 其他遗物扔到了垃圾堆里 彻底的销毁证据 这个世间 仿佛此人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一般 之后来到银行 老宋像普通的外出乌工者一样 把刚获得的赃钱 大部分寄回了老家 供家里人和孩子上学花销 还打了个电话关心儿子的学习情况 留下些钱 当然是要犒劳犒劳自己 找了个KTV 赔畅赔睡一条龙服务 事后老宋似乎心有所愧 刀链者嫖的这100块钱 也可以寄给家里 浪费在这种事情上面 太可惜了 而老堂子不以为然 该快活快活 想那么多做什么 两个人性格上的差异 也为日后的分歧 埋下了伏笔 这天正在面馆吃饭 身着一身中学校服的小园 从车站里走了出来 除了一大包的行李衣服以外 肩上还背着重重的书包 目光焦急的在寻找着什么 而这一切被狡猾的老堂 看在了眼里 明显是出入社会 找急找工作 无疑是他们最合适的利物 老堂直接就跟了出来 有意无意的跟小园搭讪 言语间透露 自己就在矿场工作 每个月能挣1000多块钱 这一说果然引起了小园的兴趣 希望老堂可以带自己一块去 然而搅和着他借机退托 我跟我老乡已经够了 不需要人了 这叫欲擒故纵 几番推拉之后提出了办法 只要小园认他老乡老宋 为亲叔 就当是他带自己的侄子 一起去打工 兴许还能带上他 小园一听哪会怀疑 立马满口的感谢 说完 老堂将其带到老宋面前 两个人像之前一样一唱一贺的唱双簧 老宋假装问东问西 百般不乐意的样子 老堂则当老好人 说好话 一个唱黑一个唱白 这问东问西中才知道 原来小园才16岁 因为老父亲外出打工 半年音信权无 没钱读书才辍学出来打工 家里还有个妹妹也在上学 她出来打工 也是为了让妹妹继续能读书 第二个也是想找找父亲 这一交代 似乎是触动了老宋 他自己不也是寄钱回家 就是为了让孩子好好上完学吗 一而再 再而三的不答应 假戏真做了 这下把老堂给整蒙了 按道理唱双簧 推拉几次就应该答应 一把把他拉到旁边询问 知道他这想法 露赤道 你可怜他 那谁可怜你 这又戳中了老宋了 自己家孩子不就是 靠他这么挣钱养活吗 不然也是早早辍学 出来打工的命运呢 随即答应了 接着带着小元拍照 办个假的成年人身份证 并一再嘱咐 从此以后对外 无论如何 都要说自己信宋 是老宋的侄儿 已经18岁了 这样才能在工地上干活 一切半途 三人几经转转 中间问了好几波路 其中 这里背景一个大大的卫星 电视接收锅 这么大 想必也能感受到 到底有多偏僻了吧 最终一路问下来 找了个缺人的地方 见到了矿长 两个人添油加醋的述说 自己在上一个矿场的经过 什么出矿烂的呢 死了人的呀 家属赖要扶析金呢 矿主被逮捕 矿场被查封等等等等 目的无非是想试探一下 这个矿长的态度 为之后的计划呢 也做一个心理暗示 但是这个矿长 明显比上一个强势凶狠 反口驳斥 矿场死人是很正常的事情 怕死就不要来 说着粗鲁的扔回了 他们的身份证 连看都不看一眼 人命在他面前 不过如此 当天三人就安顿了下来 就连安全帽 手套的钱呢 小元也拿不出 老宋啊 骂骂咧咧的掏钱 先给他垫了 很快迎来的第一次上工 从来没下过井的小元 被下面的声音给吓了一跳 老宋又是一通教训 而老唐呢 继续当老好儿 上前安抚一番 渐渐的 小元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跟其他工人打成了一片 甚至在洗澡的时候 还被大家开玩笑 也许干完一天的活 清洗身体的那一刻 是这些工人 最快乐的时光 也是唯一能露出笑容的时刻 这天 老宋发现小元 在休息一时间呢 读书 无意间呢 还发现他书里 夹着小元的全家服务 突然类性戈登一惊 赶紧将老唐 拉到屋外 他怀疑 小元那个打工失踪的父亲 搞不好 就是之前咱们弄死的 那个姓缘的 我们坑人 不能逮着一家坑呢 老唐立马回屋里确认 绝对不是 他呢 已经没有什么耐心了 打算明天就动手 但老宋觉得 这个矿长明显 比上一个更鸡贼 一直都没有三个人 单独的机会 建议再等等 就这么又平稳的 过了一段时间 小元也打算给家里 写封信 报个平安 老宋答应帮他邮寄 可一出来 就被老唐给抢走 一把撕碎 这信肯定是不能寄的 不然不就被他们家人 找到地方了吗 此时两人 再次为何时动手 吵起来 老唐就把话说开了 你是不是现在 跟他感情好了 开始同情他了呀 老宋当然是否认了 借口小元这么大了 女人都没碰过 死得太不人道了 两人最后决定 一人出一半的钱 帮小元走个成人礼 隔天来到街上 脸哄带骗的 把他带到了 大宝剑的洗头店 以需要治疗为由 让小姐妹 好好地帮他治疗治疗 16岁老师本分的 他哪经历过这么多呢 最终被小姐妹 给强行按下 因为这个事 小元生他们两人 好几天的气 这天在井下 老唐已经按捺不住了 拿起铁膏准备动手 但又一次 被老宋给拦住 马上就要发工资了 而且还没喝送行酒 这不合规矩 原来 两人每次杀人之前 都会特意请受害者 吃一顿饭 喝一顿酒 明约是送行饭 送行酒 也许就是祈求 冤魂死后 不要缠着自己吧 老唐是最后一次 赖着信子问 要是过几天 你要是再不动手 怎么办 老宋恶狠狠的回答 要是再拖延 你就先动手把我杀了 这话都说的 老唐只得再次妥协 果然没几天 矿上发了工资 第一次领到工资的小元 非常的高兴 第一时间就要去跟妹妹 寄钱 交学费 来到银行门口 恰好遇到之前 给他治疗过的小姐妹 也刚刚给自己的老家 寄完钱 他脱下衣服 是小姐 穿上衣服 还不是谁家的女儿 还不是谁家的经济支柱 只要是贫穷 任何工作 哪还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呢 此时小元还记得之前 借老宋的钱 立马还上 这老宋也是根本没有想到 而之后 趁两人不注意 小元在集市上买了一只鸡 以此来感谢老宋 这段时间对他的照顾 这一举动 更是让老宋心里 陷入了深深的犹豫 回到矿场上 一伙人表面上为发工资 开开心心吃吃喝喝 实际这是个送行宴 单纯的小元 当然是不会知道这一切了 捧起酒杯 无比真诚的 向老宋老唐两人敬酒 表达感激之情 终于到了矿上放炮的这一天 也是他们动手的日子 再次来到锦下 按步骤 他们打死受害者 等锦下放完炮 死者是被打死的 还是被砸死的 根本就察觉不了 唐宋两人 偷偷的更改了炸药的位置 伪设好现场 不料此时一个工友走了过来 催促着他们赶紧离开 千载难逢的机会 岂可放过 老唐抄起稿头 直接将其打死 谁挡自己的财路 就杀死贼 接下来轮到小元了 老唐说起了 每次杀人都在说的那段话 但是刚说完 他举起的铁稿 却落到了老宋头上 原来他早已经注意到 老宋是一而再 再而三的怜悯和软弱 而对于他这种只看重金钱 视人命如草芥的人来说 一个软弱 又有同情心的团伙 也就不再值得信任 所以 他早就动了将两人 全部干掉的行死 索性获得两份赔偿 正当老唐渐渐走近 此时的小元 已经下得不知所措 然而就在关键时刻 刚刚被打晕的老宋 突然起身 倾尽全力将老唐打晕过去 接着 自己体力不支 再次倒下 小元惊恐逃走 面对其他矿工的询问 没有任何回答 只知道要赶紧离开 这个可怕的深渊 伴随着最后一次警告的口哨声 一声轰隆 老唐和老宋两人 双双命丧矿洞之中 待一切结束 小元坐在了矿长的办公室 这矿长将六万块钱扔到他面前 强迫其赶紧签字 这是老唐和老宋两条人命 换来的赔偿金 也是封口费 签完字 这两条命就这么了了 善良的小元知道自己不是他们俩真正的亲属 不愿意签 想要推脱 但老宋曾经说过 不要对任何人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 忽然又哑口无言 他沉默了 最终 在平时照顾他的做饭嫂的劝告 和矿长的威逼下 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无可奈何的拿走了这笔赔偿 离开矿场 带着两人的遗体来到火灾场 他根本就不知道要把骨灰送到哪儿去 也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些什么 一脸茫然的看着烧尸体的烟囱 两个鲜活的生命化作了烟尘 甚至至今 他可能都不知道 矿井之下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电影改编自刘青帮的小说神木 这个在片头片尾的显眼处已经打出来了 而刘青帮曾经就是个真实的煤矿工人 没有人比他更懂煤矿工人的生活了 可能有些人看完会感觉不可思议 为什么为了区区三万块钱 就可以轻易取走别人的生命 难道人命这么不值钱吗 还是对于恶魔来说 无论价值何许 只要是力所能及够得着的 就一定不惜一切代价拉到手吗 导演见里面的角色之嘴 给了我们答案 对于我们大部分生长在阳光下的人来说 谁能想到地底深处藏着这么多恶魔 你可能会觉得这就是小说而已 不一定是真实的 但现实只会比电影更加魔幻 小说是根据1998年 三件真实的特大矿洞诈骗杀人团伙案改编 这三个杀人诈骗团伙 分别杀死了28人 38人和110人 地狱很空荡 因为恶魔在人间 也许你觉得这样的电影 所反映的现实太过黑暗 让人很揪心很难受 但如果没有这样的电影 我们又如何清晰的了解这个世界呢 任何一部电影 如果可以为社会的进步 做出一点点的推动力 都值得我们尊敬 导演李扬明知本片的难度 依然坚持初心 结局的处理也异常的出色 仿佛也是一种警醒 恶人终究会死于 自己所种的恶果之中 只是罪恶的树苗 需要时间慢慢的长大 而善良的人 最终会收获这个世界的善意 我是恶斗 一个让你沉溺于故事的讲述者 浓缩电影精华 又不是它本来的魅力 扫描二维码 添加我的微信号 除了能第一时间收到推送 更有独家解读的视频 等待你的发掘 扫描它 然后带走我 再次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